把这个东西叫做光转电模块的人 简直是无知到极限了 你用你的脑子想想 这一头是网口 这一头是SFP加口 它的整个一个转换过程 哪里产生的光 怎么会有光转电这种称法呢 这个逻辑完全就不通啊 如果你叫它正规的名字 SFP网口模块 或者叫SFP万兆网口模块 不就非常清楚了吗 通过名字就能理解它是干嘛的 你直接来一个光转电 莫名其妙 这个错误的称法的源头是什么东西呢 它的源头是这个SFP SFP SFP加 或者QSFP 这都是一个标准的名字呀 根本就不需要翻译 比如说我拿个路由器来演示 这个SFP加口 这边是USB接口 有人把USB给翻译成全称吗 通用串行总线 有人给你们翻译吗 不需要翻译啊 你只要在全球范围内说USB 别人都懂是什么意思 这个SFP是一样的意思啊 比如说你去看老外的视频 他会称它为SFP ports 全世界通用根本就不需要翻译 但是如果你非要翻译 它也有对应的中文名称 叫做小型可拔插接口 它的含义只是定义了 它是一个小型可拔插 它并不定义这个模块的功能 如果你叫它光口 那么它是不是意味着只能接光纤 这首先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导 为什么传来传去很多人叫光口呢 我个人分析啊 最早接触这个接口的人 应该是机房里面的那些网管 他们工作中遇到的最多的就是光纤模块 是一头是接光纤的 可以收发光 另外一头是SFP 然后它在工作中慢慢的就把这个接口理解为光模块接口 注意这个是光模块 然后它是接口 光模块接口 这样理解本身是对的 它可以插光模块 所以我说它是光模块接口也对的 只是用它的其中一项功能去描述这个接口而已 这个说法有点类似于手机的Type-C 比如说我说它是华为手机的接口 这样描述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一旦传来传去把这个描述缩卷了之后 变成了华为接口 这个叫做光口 把光模块两个字掐头去尾变成光口 那么它就有很大的起义了 它会让初学者下意识认为 这个东西只能接光纤 造成了极大的误导 还会让一些脑子不好的人 认为这个东西叫做光转电模块 整个一个路径当中根本就没有光的产生 怎么可能叫做光转电呢 这个逻辑完全就是不通的 如果你正确的知道它的名字叫SFP 那么你就非常明确的知道 这叫SFP网口模块 或者叫SFP万兆网口模块 这个叫SFP光口模块 你也可以简称为光口模块 或者大家通常说的光模块 还有SFP AOC光缆 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两头都有接头的 这个是最低成本的 只要10块钱左右一根线就搞定了 如果你总是认为它是光口的话 你天天老想的光转电 什么光转什么东西 就是会把你整个的一个使用 搞得一头入水 正确的知道它的名字 理解它的含义 那么你肯定会喜欢这个小型可拔插的接口 你肯定会有什么好看